直接过选择过桥 但是他们跟风爱们的选择位置是差不多的 有一次对我要往集装箱里面去的 小童还是抽下来一个 终究会有一定的风险 黄涛涛车上椅下来了一个想要停车吗 没有继续往里面去了 天天血量其实也非常的少了 刚刚过去的车有一些是那个布蒙 但是没有什么问题啊 匆匆又再次带走大惊 同样的位置同样的味道啊 后面狮子停下来给队友架枪 然后护送小明跟小左两个人到位 龙斯哥也在往附近去跑 旺仔开车要支援过来了 这波佩洛被卡在了海边 伯良退守防区 比较被马云龙盯上了 但马哥自己的左身位很大的威胁 龙斯哥出手这一波压枪 小叮当极限的一波反打 把龙斯哥给打掉了 信息只要蹦出来往哪被雷倒了 这波fty 挺烈的 看小九什么时候都摸过来吧 就看小九的 不良局不良这个点 对他就算 击倒了其实很难补人的 而且人已经落位了到了 刚刚鲁斯哥倒定了 听说看小九这个色彩能不能给到一些机会 先放到了马云龙 好快的枪 是但对方枪线已经拉开 这个地方其实也 挺 吃不住压力的 小九也是被狮子放倒 剩博良最后一个 呃 房顶楼墙位置也被发现了 得换个位置了 走了 这房子要被顶了 嗯 现在不可能有一传四的这个想法 而且自己头还被挨了一枪 赶紧跑 退守另外一个房区 做个邻居 哦 这波过桥 天霸居然被堵桥了 天霸万万没想到 心太崩了 这一波刚想过桥 人都还没有过去 桥头直接干了起来啊 位置锁定了 但天霸已经倒了两个 都带吃篮球的伤害 这一枪打中了 二打二 继续去对啊 杨阳就是放得了崔奇妖 剩最后一个 琪琪拉了过来 天霸的战术一直是这样 就他打这种机场全行一直是这样 然后过去以后直接做保安 现在港庭 就比较常规的一个战术了 但这波打架 DSS直接收了呀 哇这个火收了 米克雷打了一个大残 屁股后面DSS枪线马上落位 26都已经摸到这了 那么 车在哪里呢 看猴王的妹坑发工了 先收下一个再找琪琪 自己的选拦也太低了吧 还好豆子发现了 是的 DSS也不能说最大赢家 把他这波节奏也被拖得挺狠的 另外一次我们看到N港 YouHappy 拉住正好 和郭艺姆打了一个正面 还剩最后一个 男的房穴当中 为什么被卡住了 蓝圈已经过来 吃到了蓝圈的伤害 很难出来了 直接卡住了你这个过点 还能考 但夫还没想要把这个房子打下来 但这个围墙跟鸭布袋的影响 过点其实非常的平淡 是有一定的冒险的举动的 小路准备再来一颗雷 但这种角度很难丢进去 只能下到外围 在蓝圈里面架着 想要等NewHappy一波出来的机会 好 锁定了位置 拉到了红防外 也捕捉到了机会 最后是将NewHappy给全部带走了 富艾姆损失一个人 然后把圈面卡了下来 但自己的头上还是有KRG的 两边选啊CTG成功的防守下了悟空 悟空的大航海最终以失败告终 你找到了他喜欢的厕所 等一等 看看老天会不会炫骨 下一拳要排水 CT要驱车 救队友吗 没有机会了 交流已经顶到今天了 而且压制住了海边这个天天 受不住了 蓝圈已经过来了 这边天阳马上吃到蓝圈的伤害 利用反坡 福利找个机会 这边有一点的小小的身位 但是匆匆已经把反坡给守住了 不断的往这个反坡后面扔手来排位置 蓝圈 两所的这个厕所是真的好 中心点 上车要打药 蓝圈里面 猴王还想要再拿一些分数的 其实这个时候人是真是扶不起来 要 会吃到天路的枪线的 放完枪 也没有成功的进来 哦这个厕所 SGS给伯良打了 这SCA的伤害太低了 都没有机会一穿二 就听见SCA 这个不动听的声音 VLG在登岛的位置 直接裂开 被锁死 这就是Pero这样的位置 Pero里面来了 您提前做好了预防 您被抽成了私血 这个大平地啊 您将您得直接击倒 没得玩的 VLG的活路在盲渣 他既然没盲渣 就没有活路 是的 这不一定会被蚕食 是不好的事情 盲渣就是搏一下这个机会 但这一次的话 VLG在圈边的一个智力 也是被Pero捕捕到了 将VLG给全部拿下 DSS直接越过马路 想找机会清理 不像VLG VLG刚才是一个死 哦 但是这个 测身被发现了 落太多了 赶身位啊 应该是想不能 找找机会打个测身了 别聊迟雷 来人了 马里返运很快 这一波极限的一波遗传啊 快把当宝扛起来 哎窄边能服 没问题 DSS往后退了 哇 还是满波这招 还是有机会可以车退 就看这波这招接了 原来小组 是那个破绽 给他整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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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快 这一波打得好快 枪线铺还一瞬之净到呢 看到了 这波高打击 输出拿分 抽吧 抽 真爽 还剩最后一个 看这个投注方向稳不稳 对受倒了 不着急啊 打完以后再扶 别被补了 别被原来补了 已经补了 这一波 好惨 这个 这个是真的可惜 那Pero一看 补了一个人 直接拉近脸了 要打了 四打三 三打三了 小北先放倒了马云龙 这个色彩位还是不太舒服啊 是在被打了一张屁股 被左右手 自己残血了 小北再次出手 放倒了LKK 那收最后一个了 这波时期的接驾反应还是很快的 天路来了 天路已经摸到东边了 确实拦不住 想要来劝没成 其实时期刚才就 还剩最后一个正好 哦开车 我锁定的位置直撞 小北开车 经过的线路 队友都是能补枪补到的 小北和苏九 两侧双架 看到了 但是特别 出手很快 先放了小北 看一下苏九这一波的一个补位 先拿手雷 给个雷 扔在脚边 排下位置 位置锁定了这个破点 只差一箱 但可惜的是特别 这个手雷将 人给补掉了 哎呀 这个地方能拔的 小龙给面冒险 对 他想找那个解决的方案吗 17这局如果发挥好 最后的鸡在谁还真不好说 哎 但是先行出手 风队 我先打速就有一个 小鬼人锁定啊 有一颗火啊 建议渐渐深 增加一下臂力 哦远处有枪线 打中了小鬼啊 要往这个烟线里蹭一下 绕到了树侧翼 把握住了机会啊 17也被清理 最后4打2打1 天鹿 提前可以恭喜 在往死拖这个 小鹿给命最后一人 但是他被发现了 那这个救把救的很爽啊 不再收手再反拖 小鹿给命也被发现 204人完成了 就是要拿第2的 恭喜天鹿 11个淘汰 拿了单局21分 3局40分的天鹿